35题 佳安做声速实验 他请弟弟在长525公尺的铁管一端敲一下 佳安将耳朵贴在铁管另一端 听到两次声响 第一次是由铁管传来的 第二次是由空气传来的 两次声响间隔1.4秒 如果当时空气的声速是每秒350公尺 请问你当时铁管声速是多少 那我们从提议当中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图形呢 画成是这样子的 这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铁管 然后呢我们敲了一下之后呢 有一个从空气传来的速度 花了比较久 一个从铁管传来的速度呢 时间比较短 两个间隔的相隔是1.4秒 那我们晓得呢 我们的时间速度呢 是花多少时间走多少距离 所以呢所谓的时间呢 就是距离呢 除以我们的速度 所以呢我们空气所传生呢 他的距离是525公尺 速度呢是300 每秒350 那么这个呢距离也是525公尺 速度我们不知道 这两个相差呢1.4秒 而我们的空气船呢 甚至花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是525除以350减掉 525除以x就会等于1.4秒 那这个东西呢 大概是1.5 所以呢525x等于1.4 那么一项 一项 那么0.1等于x呢525 所以呢0.1x呢等于525 x呢就等于5250 所以呢由这边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我们的铁管船的速度呢 是每秒5250公尺 所以呢我们的答案呢 应该的选择的是C 所以第35题的答案 我们选C 每秒5250公尺 请不吝点赞订阅